發生緊急意外 只要透過手機下載 視訊報案119 App 簡單一鍵操作 就能立刻和消防救災中心視訊 告知傷患或災情狀況 內建GPS功能 即便在荒郊野外 救災人員也能迅速抵達現場 它可以利用GPS即使去定位 即便是陰雅人士 它不方便說話 它可以利用這個App 我們也可以知道說 它人所在的位置 如果有遇到這種現場 有傷病患有類似 這種心肺功能停止的狀況 我們也可以推播急修的影片 來指導民眾 想了解台北市公共住宅的房型 格局 裝潢設計等相關訊息 不用親自到現場看房 透過VR穿戴裝置 讓參觀民眾彷彿勝利其境 可以了解個80% 就是先大概看一下 再決定要不要去現場看 2018智慧城市展 在南港展覽館盛大登場 北市府規劃智慧公宅 食安 交通 醫療等七大主題展區 除了揭開未來智慧科技 落實生活的藍圖 也展現市府打造智慧移居城市的決心 凱博大台北數位新聞 劉翔廷採訪報導 劉翔廷採訪報導 拉 improvement community 透明 西北市 海洋 經濟 速度 公開 公開